你想不想拥有一个美梦 你想不想在做梦的时候 利用你晚上睡觉的八小时时间 让你第二天更加精力充沛 好事多多呢 大家好,我是Jessica 在这个频道里面 我会利用我所学到的心理法学知识 和你一起创造你想要的幸福快乐生活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经过了一天忙碌的工作之后 经过一天忙碌的学习工作之后 晚上好好的舒服的洗了一个澡 泡了一个脚 躺在床上准备安然入睡 这时候白天发生了一件糟心事情 或者是一件让你感到生气不满的事情 就这样意外的出现了在你的脑海中 然后你就陷入那种糟糕的情绪 觉得生气 觉得沮丧 觉得悲伤 然后你就带着这种不舒服的情绪 睡着了 然后第二天当你起床之后 你发现你的心情很糟糕 一天都很低落 然后又发生了更多倒霉的事情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如何去改变它呢 那么在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用Nivel的一个方法 就是脑部记忆改写 你可以重新回顾这件事情 然后把它变成一个新的故事 一个属于你的故事 你作为一个作者 你把这个故事创造的 跟你想要的结果一致 你可以把故事调整成 你想要的结果 想要的方向 你让自己成为故事的主角 沉浸在故事当中 享受这个故事 享受这件事情 是按照你想要的发展的 去想象 你老板告诉你说 他对你的工作很满意哦 去告诉自己说 和他一起做了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虽然我们吵架了 我们有了争吵 但是我们很快就和解了 带着这样美好的情绪 安然入睡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就会是元气满满的 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就像我们之前提到过的 我们每天90%的时间 都是由潜意识操控的 而我们的潜意识并不知道 世界是真实发生的 还是你想象的 所以当你在睡前 重新改写这个故事 重新改写白天的故事 按照你想要的流程走 那你的潜意识就会认为 哦 这就是白天发生过的 哦 我得到了我想要的 哦 我成功了 哦 我很幸福 很快乐 那当然 第二天 更多更多的好事 也就会发生了 除此之外呢 你也可以稍稍的改变一项方法 在睡前 去想象一下 你第二天将有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去预写 你想要发生的事情 去预写 你想要的结果 就比如说第二天 如果你想 你会有一个面试 你就期待 去想象 你面试非常的顺利 你可以预想 在面试的时候 你听到了什么样子的问题 然后你又是怎么回答的 你可以想象 你在面试官的脸上 看到了微笑 如果第二天 你要和你的另一半 具有一个开心 幸福的一天 你也可以想象 你和他在一起时 你们在一起说了什么 你们在一起吃了什么 你们又在一起玩了什么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 你有没有使用这个方法呢 你有没有用这个方法 去改写你今天遇到的糟心事情呢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 那么记得点赞订阅分享哟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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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哟